好 借自己办的尾牙能省则省 但是对外的礼物该送的还是要送 那么这个一年呢 台湾伴手礼的市场将近有300亿 这块市场大饼现在连早餐店都想来抢 推出了鸡汤伴手礼 今年预估可以卖出百万只鸡 还有麻辣锅的业者呢 把这个汤底还有这个火锅料 通通也变成了伴手礼的礼盒 让客人方便带走 希望能够提升两成业绩 东令进步来个热乎乎的和手屋鸡汤 再好不过 想当蛋首礼送人 现在也不必跑菜市场 先生请给我伴手礼和手屋鸡一次 你没有看错 早餐店竟然也可以买到鸡汤当蛋首礼 原来这间早餐店的母公司 就是卖鸡肉起家 冬天到了 看准台湾人就爱喝上一锅 年前伴手礼市场大 干脆动起脑筋卖补汤伴手礼 我今天来吃早餐 那个就是顺便来买了 就是伴手礼的和手屋鸡 就是看它很方便 所以说可以不用到市场 然后买其他顿补的东西 今年应该销售到达巅峰 也可以到达一百万至极 是没有问题的 大概占我们现在 餐饮通路大概是占到 十个%左右的业金 卖喜半首礼这家麻辣锅店 也不输人 平常客人已经不少 现在外卖火锅料 生意做更大 手工丸子牛筋牛肚 六种菜色包成一盒 汤底也用真空包装 下锅就能吃 还有麻辣小鱼干 让客人当下酒菜 我们就把几样人气商品的部分 把它打包成伴手礼 可以让大家去送给亲朋好友 当作伴手礼去这样送礼 那这样估计可以增加店里的业绩 大概两成左右 台湾人爱送礼 尤其年关将近 围炉来上一锅 再好不过 估计伴手礼市场 一年就有三百亿 业者看准商机 而外卖伴手礼创造附加价值 也算是在不景气中 另辟身材管道 中间新闻 邱小沛张哲如台北报道